犯了错是要付出代价的 安徽一名70多岁的老人虎某和妻子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 由于小区内夜间有狗叫声影响休息 虎某便怀恨在心 他于2019年2020年三次用灭鼠药 含剧毒化学品肤乙酸 掺拌在骨头渣子里投放在小区的广场上 造成了18名住户的22只宠物犬中毒死亡 案件发生之后 虎某赔偿了18名被害人经济损失 共计5万余元 获取了被害人的谅解 近日法院判决以投放危险物质罪 判处被告人虎某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法官停后表示 尽管被告人本意是想毒狗 并无伤人的故意 但是小区内的孩子或者是其他小动物 可能会发生误食 被告人行为给他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 带来重大威胁 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